SWAT 所以这个知晓知己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Strength Finder 那SWAT跟SWORD呢 这两个工具 来帮我们 定上我们的个人品牌 然后怎么去预备 我们的面试的秘诀 我们都给他介绍 SWAT 我们当中做Marketing 跟Product Management 都知道 用这个SWAT Strength 优势 Weakness 弱势 Opportunities 机遇 跟Threat 威胁 来去定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服务 跟这个市场 竞争的时候 有怎么样的SWAT 可是呢 我是用这个来 去给我们每一个人 做一个评估 而且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邀请其他的人 包括我的老板 同事下属 给我一个的一些建议 那我鼓励你们 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做 就是父母亲 跟孩子一起 先是父母来做 我们是亲情领袖 对不对 我们自己亲情领袖 可以先做 然后很谦卑的 很谦虚的学习说 孩子啊 我发现我这个是 我的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跟Threat 然后也让家人 给你一些的建议 这样呢 帮孩子去做 这样的一个SWAT 做了这个是非常有用 因为你就对自己认识 也听到别人 给你一些的建议 而且呢 从现在做了 到以后几个月 几年后 再回来看 我有怎么样的进展 我过去呢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的老板 就看到我的发展 有怎么样的改变 所以呢 Strength 跟Weakness 是我们的内在 对自己的认识 这个是我的 我很诚实的 跟大家来分享 我的Strength 跟我的Weakness 你就看到了 然后下面这个 Opportunity 跟Threat呢 就是我们与别人 互动的时候 有什么要学习的机会 所以你看到 领导力 沟通各方面 然后呢 有与别人互动的时候 外在有怎么样的威胁 有什么样一些的盲点 我本来不晓得的 那我以前呢 有一些所谓的 致命伤 Fatal Floor 某一些的威胁 对别人不是很尊重 还是不很注意 别人再怎么想 那有一年 我跟老板就讨论这一个 然后过了几个月 他就说 Elaine 你这个已经不是你的盲点 也不是你的致命伤 这个Fatal Floor 已经没有了 感谢主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可以帮助我们家里面 彼此认识 帮助你的孩子 对你 对他的认识 鼓励他 不只是看我们的弱点 也看我们的尝试 而且呢 也能够 在这个 来帮助我们 继续成长的发展 我们就停一下 请蒋老师跟 Lina老师有什么回应 张老师要mute 还没有 还是没有 Lina老师你先说 感谢主啊 就是这个以认识老师讲了很多 那我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网站上让大家去看 要花很多时间消化 这个等于其实 是几乎等于五堂到十堂课的材料了 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 亲情领袖在这个重要的关口 你应当开始问你孩子说 孩子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看他说得出来 说不出来 他说不出来 你要帮他开始说 好 第二个问题 你要问他 这也是将来人家学校会问他的 孩子 你从爸爸妈妈这边 学到了什么宝贵的lesson 让他写下来 我跟你说 很可能他写不出来 那这时候亲情领袖爸爸妈妈 就要想他为什么说不出来 我为什么没有教他一些 他该说不出来的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也是 刚刚以认老师讲的 他在这个关口的时候 他要做leader 他自己要做很多事情 那你在旁边帮他成功 不是你在亏着他成功 不是你在做他的事情 是他自己往前走 你在帮他成功 那第四个很重要就是 他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 什么东西在前面等他 他将来的这个愿景是什么 他想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这个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因为他有了愿景 他有了使命感 他就可以自动自发 他没有愿景 他没有使命感 他就没有办法自动自发 所以在任何的interview 学校的interview 好学校的interview 因为普通的学校不会interview 只有这种长串层的学校 会interview 然后他问的几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我该跟你讲 就是说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有什么特别的character 你如果不认识你自己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就说 你从你爸爸妈妈学到什么 就你爸爸妈妈在这个家里 到底造就了什么的文化 这两个都非常重要 然后就说 你将来想在哪一方面成功 哪一方面出人头地 因为学校想找的学生就是 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再回来帮他捐钱的人 再回来给他学校建立民生的人 所以他们是要挑这种成功的学生 将来会成功 所以我觉得说 这几个问题要不停地问问 父母常常要问自己 要多花点时间在这方面 然后让孩子自己努力去成功 谢谢 谢谢宜莲老师 好 谢谢宜莲老师 这些很实用很实用的工具 我想就是 因为我常常跟一些父母 在一起交流 有时候我们会更多 注重在孩子们 一些外在的这些表达表现 各种各样的能力知识 包括一些的成绩 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孩子 他们一旦离开家庭 他们遇到更大的挑战 不是在于他们的外在能力 而是自我认知方面被打倒的时候 很多孩子没有办法在很好的学校里面 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可能跟对自己的认识的缺失 是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如果孩子知道自己的弱势 或者知道自己的威胁 这会不会打击自信心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孩子对自己的弱势和威胁 有一定的认识 这其实是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时候我们觉得 那自信心是不是就一直鼓励鼓励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好 其实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是弱势 是真正的那种从内在来的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如果是 我都很期待去测试一下 然后对自己有一些的了解 我想这不仅仅是给孩子们 包括成年人 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太好了 这些的工具都很好 谢谢盈林老师 感谢主 所以这个是class action 是功课 希望你们去用 不是交给我们的功课 是你们可以用的工具 然后两位老师讲得非常好 的确的 再加一句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给你孩子 开始加一个观念就是 不要为自己 尽量为别人 尽量帮助别人 这就是说在爱里没有惧化 你想到的都是别人 没有自己的话 你什么都不怕 别人也很会喜欢你 所以他应该尽量培养一个 这个观念就是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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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样建立更多的能力 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观念一有了 他剩下以后就是无往不利了 而且有这个观念 有他自己的这个缺点弱点 都看不到 这个非常重要 是就是怎么容神一人 那有人做研究说 百分之六十可能是天生 nature 我需要联系不准备信靠地